今期我們最主要講講 就是現在市場很多次講的 美國聯邦儲備局幾次減息 對我來說美國聯邦儲備局其實已經減了息 已經不需要等到以後減 因為在實際上很多東西來講 我們看市場已經對它減了息 已經認為是這樣 所以股市會跌下來 這個是十年美國、十年國債息 已經由三離那邊跌到現在是二離一那邊 遲一點應該還會去到多少呢 再接著為什麼一定會減息 還有日後我們看數據是應該看什麼呢 我們在割皮書的話 剛剛聯邦儲備局公佈的美國經濟數據 是不是可以信得到呢 我在詳細的版本都有詳細解釋一下 世界現在變得很快脫 有時候要用新的觀點、新的思維方法 有時候要用新的觀點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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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的觀點